火國第一艘自視潛艦海昆軍艦 正在進行駁港測試 但潛艦國造小組召集人黃曙光 16號發表聲明 因為身心俱疲請辭 還說與他人跟政治嚴肅無關 如今卻有一封黃曙光寫給美商L3 Harris資深副總裁的內部信件 在19號外流 用的是潛艦國造專案辦公室 專用信件還有明顯折衡 內容是黃曙光延遲向美商催貨 提到L3Harris公司 不能在2024年1月準時交付前望境 不僅導致國造前建的駁港驗收測試 及海上驗收測試延期 還將使我方與其他主要外部供應商 產生合約糾紛 信件最後還有黃曙光的中文 鉛筆簽名 軍方回應廠商收信後已經依照要求加速產製 交貨其成可以滿足全案進度 根據了解 潛艦國造專案辦公室內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封信 未來將會要求合作廠商加強落實保密作為 只是黃曙光請辭 信件又隨即外流 潛艦國造風波恐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華視新聞金剛邱仁慶代表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